因为今天谢代表不能出席今天的会议 本期在此宣布散会 立法院外交委员会才开始五分钟就宣布散会 因为驻日代表谢长廷请假确定不出席 国民党团祭出反制 没见到人就不开会 按照会去隔离 因为他也有说要备巡 一定要回来 来委离开前再三叮咛外交部长吴钊燮 5月24号谢长廷要到立院备巡 为了防疫隔离考量 5月2号前一定要反台 说会转达 但先前爆出公文罗生门 国民党团在4月23号就发出公文 谢长廷却坚称没收到 直到28号才透过外交部请假 栏尾质疑外交部保庇 外交部呢跟这个卫福部 一直用外交泡泡的事情来拖延 谢长廷先生最近的言行 就让我们的感觉他就是汉奸 他就是台阶 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叛国的地步 接到通知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跟赵伟 有一些讨论疫情的这个管控的 这个因素 或者是说我们指挥中心的这些 防疫的相关的规定 谢大使是没有办法回来的 不过外交委员会无预警散会 也引发立委不满 是借题发挥 那更糟糕是劳势动众 让我们所有的官员 所有立委 等于是白坐了一个早上 国会的是外交部 藐视国会的是民进党 说一些543假装公文没有收到 蓝营火力群嗨 谢长廷从核废水说 这道公文遗云发言一再惹议 欢迎新闻杨哥正海中台北报道